這款是聖紙 這款也是聖紙 這款也是聖紙 聖紙其實有很多款 但在香港最常見的就是這三款 都是交給水上人 又是海鮮蕩蕩煮的阿鳳介紹 這隻叫扁繩 一般都會在福建、浙江的散分 是最常見的 我們一般在街市看到 都會有泥面在那裡 我們通常自己就清理好 才放出來 它顧名思義就扁 扁得來兩邊的頭和尾位是圓頓的 你見到它白色的殼 其實是因為它們經常動 那時候磨出來的那種白色 是磨損位來的 黃聖紙顧名思義 舊肉是比其他聖紙的肉特別紅的 我們叫這些為竹繩 因為它好像竹筒形 那黃聖紙一般的尺寸 都是一隻手指那麼長 它也不會太大也不會太小 在這麼多隻聖紙裡面 黃聖紙的肉特別鮮甜 這隻聖紙王一般都會在歐洲地方 例如蘇格蘭、愛爾蘭的地方運來的 坐飛機 價錢相對於剛才那兩種聖紙是貴的 它的外殼也是長的竹筒形 又是米黃色的 因為這些聖紙王在外部運來 要坐飛機 用橡筋紮住的好處就是 讓它兩邊的殼紮實 不用讓它在坐飛機途中夾實而斷 聖紙王雖然好吃但比較貴 三款聖紙裡面阿鳳最推薦這一款黃聖 因為黃聖紙本身不是有錢想吃就有 要它捉到才會有